今天毒奶队有点猛啊 他们好久没有来我们这边了 反正还是他一样的皮肤啊 这套阵容已经是求生者这边的一个完全体了 就是他们并没有 他们并没有说是在监管者选的主徒上面 去选择一些比较扎实求稳的保平阵容 然后再在求生者自己的选途上面去打 而是选择跟这边速散硬钢 讲道理呢 这个选择他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明智啊 不是特别的明智 讲道理我觉得他们可以选一个保平阵容 来跟速散先就是先避其锋芒 先避其锋芒 因为团长的速散他不是特别怕跟打架的了 这里第一刀挥重 勘探员 不是老说勘探员 他是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手里面是一个加速加飞轮 外加先知一只鸟 战力还是蛮强的 这边的话密码机总量已经来到了150 速散的话 这边开了技能 有吸魂 先吸魂往前压 压住 没吸 没吸上 慢翻 鸟 有 可以 四黑 对吧 我做你的庇护 这边一波 拉拉队员有飞轮 一个摇灵 飞轮能顶掉 来 四这边的话 再往前走 板子一拍 要快三台了 要快三台了 穷人者牵制的不错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把穷人者有一个核心问题 他们没有博命 他们没博命 拉拉队员这边能不能再续出一个加速的话 好像 但这边有摇灵 摇灵直接交 这边直接交BB 我觉得可以 不是第一时间BB 一个摇灵 你留下了 一个摇灵 好 这边倒地 古董商 这波直接过来打吗 已经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过来打 他们真的带个博命 我觉得这个局四人开门战友 没带博命 看看这波打架怎么说 追刀 没有 二接速散 讲道理呢 这个局打到现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 确实是奔着四人开门战去的 但会跟结底差个博命 这个博命20秒 真的跟没博命20 没博命差太多了 一过没点到 这边蓄力刀一刀打 好 古董商救不了人了 古董商救不了人 那谁来呢 记者来吧 古董商去补记者的 记者赶过来救人 速散这边往前顶 他甚至好像都不想去管这个拉拉队员了 反手一棍 四秒指哥 古董商 往下跳 一棍没打出指哥效果 那么这边古董商可能要到 古董商倒遗产机 古董商自己手里还有棍 拉拉队员这边 如果跟速散不见面 其实讲道理 这波团长打是打亏的 为什么 这台遗产机 他只需要了百分之十几 等于说你这边抓了个人 我外面重新起台机子好了 而且外面大家注意到没有 拉拉队员现在跑的这台机子超级远 速散一波丢散都丢不到的 也就是说什么 穷者现在是可以 记者先救一波 待会儿呢 记者先知两个人来再救一波 帮忙扛刀 打出一个私人开门战 这个私人开门战有点强大 救人娃放出来了没有 这边好像救人娃是放出来了 但是是被打掉了 再丢伞变黑 摇灵震一下震到了记者 没震到古董 古董这边倒地 问题不大 看下一波 看下一波 因为这波记者没有受伤 下一波的话 先知也过来了 双人营救 双人营救 先知还能吸鸟 来了 先知已经过来了 而且打到 真打到开门战 这古董商手里面是有 诶 但这波的话 诶 等会儿 等会儿 两个人都被吸魂 两个人都被吸魂 先知先解 好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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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救下来 一刀针对 一刀没中 再补 打中记者 好 先知这边无限吸鸟 满血先知 无限吸鸟 而且卡着你这个口子 这里是放个小娃 但是 穷主这边走位的一个方向 并不同 古董商并没有跟队友走在一起 不过机子也够了 机子也够了 一刀打中 密码机 强摸头吧 密码机点亮 这边丢伞变黑 古董商有 还有先知顶出一只鸟 交出 古董商 这里有棍子 有飞轮 这个挂飞的古董商 暂时处理不了 一个摇铃 没有关系 这边往二楼走了 记者 他们真敢打 打得很凶 这把穷者 确实前期牵制的好 这套阵容又有先知的支持 拉拉队员前期的牵制够了 然后队友这边也给力 一个没有 拨命阵容 硬生生的通过打架 扛刀 然后 通过四黑的一个语音交流配合 把这局给打下来了 过程当中 速散是从头到尾 没有抓到一点点机会 毛机会没抓到 还在玩 海滩边地窖 留一个 一剩 来看一下前锋 这把前锋教授 砸技加飞加 那相对来讲 这套阵容 我觉得速散 会比上一套阵容要好打一点 上来追前锋 可以 上来追 其实 我觉得这把除了教授以外 剩下这三个人 他都可以抓 教授是真抓不了 为什么 这教授飞轮双弹 且这个教授 每一波就下来 他都有二六 跟那个 墨石一样的一个感觉 这里追前锋的话 前锋手里面的球 前锋这把 因为看到飞加带薄命 前锋应该不会带薄命 我觉得前锋应该是个飞轮 有机会能起第一刀吗 没有 前锋手里还有一半的球 哎呦 这一波回头咋摆 我猜他这里飞轮 待会还能再玩一手 也就是说 这一把的话 前锋也要六三台了 前锋也要六三台了 飞轮 哎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因为这一波打完 他手里还有球 对吧 他把手下的球剩下的球交交完 哎呦 教授这边的话 有壳给到前锋 并且教授这边贴屁股 掩护前锋捡个壳 好了 现在两个人都有壳 你这刀挥下去 两个人都顶壳 怎么地横竖 你都得 现在差两台机子 教授这边掩护完了以后 其实差不多可以走了 前锋这边的话 交互速度够快 还能躲一躲 来一撕 追刀 没有关系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局 对于穷刑者来讲 只需要飞行家 能够把这个薄命 给套上就可以了 我甚至觉得秒救也行啊 反正这边是遗产级嘛 你这边薄命套上 然后让前锋拉开 只能期待团长的残局了 教授来救吗 两个人都在这边 教授在这边玩 人救下来 拉开 不吃双岛 插两个眼 插两个眼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下一波的话 应该是杂技去救吧 因为这边杂技是有大心脏的 教授是没有大心脏的 教授过去救人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前锋这边尽可能拉开 团长这边的话 把人挂上以后 我估计他会往前顶 有一点比较好的 对于团长来讲 这把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他挂人的时候 压到了求者最后台密码机 也就中场这台 现在是求者好像选择 放弃了这台密码机 外面重新开 外面重新开的话呢 教授修机子 杂技和分音家 可能都得过来 两个人一起修 杂技一个人救 一个人保 团长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机子不够 团长这边 这颗球没跳过去 这边丢伞 没吸魂到 没吸魂到的话 开吸魂逼你救人 救完人以后 一刀把前锋处理了 这边飞轮躲掉 这首吸魂 哎呦 今天毒奶队 有点猛啊 他们好久没有来 我们这边了 好久没被奶了 飞龙进家密码机 点亮 直接开悬停 喷子 哎 什么东西 这里教授 教授 这边要过去 要丢个假伞 插个眼 但这个眼 其实拦不住这个门 这把的话 飞银家手里面 还有个喷射背包 杂技跳球 过去 先把人捞下来 插个眼 回头 那就看 这两个人 应该是都有机会 就 这两个人 都有位移能力 所以说 这两个人 应该是横竖 能走一个吧 哎呦 极限距离空刀 看了一眼 但是他的丢伞 和吸魂 全部交掉了 17秒钟 才有下一个丢伞 飞行家 还有自己 飞行家 那边就是地窖 这个时候就看教授愿不愿意平一波了 教授出来接一波队友 团长这边是不想平的 团长这边还想赢呢 但是你想赢 对面还有机会三跑呢 真的 因为那边有地窖 那边有地窖 一颗火球封你技能 这边的话 板子下掉 29秒以后 挽留结束 挽留结束以后 教授一定会出来 挽留结束以后 教授一定会出来 现在的话教授好像还是 不敢太靠近 但这个教授其实很强 这教授战力非常强 哎呀 飞行家 这边先捡个壳 飞行家要点另外一边的门 飞行家如果说冲这个门 其实不是特别安全 飞行家 因为这个时候教授强嘛 教授强嘛 教授可以扛内 对吧 他可以点另外一边门 他过来反而有可能会被留下 但是他点另外一边门 这个教授足够拖了 但是飞行家这波压的足迹压的好 这波足迹压晃过去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飞行家 但是他有个壳 那边杂技还能拖自己呢 顶壳嘛顶不出来 杂技教自己 还在打 还在拼 这个飞行家我没记错 好像是个挂飞 刚才是过半的 一个摇铃杂技 应该是平局了 他也没带摇啊 等会儿 教授 兄弟 哎呦 再丢伞变白 来不及 他如果丢伞变黑 好像有机会能把这个杂技 不对 杂技手里有壳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平局 当然呢 这把的平局呢 对于穷人者来讲 其实他们表现的不错了 只是出现了一个关键型的震慑 那有一说一 当时我怎么说的 我当时说是两个人一起拘救的 飞行家跟杂技一起救的 如果一起拘救 是不是就即便是震慑也没关系 好